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杨,我又来了 这差不多十天时间了,我住院已经 打这个生物之际也打了两次了 但是效果感觉还不错 明显的那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但是就是有点小贵啊,就特别贵 一针也要差不多一千块钱左右呢 今天我隔壁床的一个叔叔吧 他是那个腰里面有问题 说就是兰州有一个下了一个大夫给做手术 他顺便看了一下我这个病嘛 他给我组织的大夫让带过来看了一下我这个腿 他说我这个膝关节肯定是要做手术的 如果膝关节做了手术的话 这个再拍一个片子检查一下这个髋关节 如果不怎么好的话 也是要也是要做手术 所以我就特别纠结吧 心里面怎么感觉就有点纠结 也有点茫然 说你如果说这个膝关节 跟这里不置换的话 你就走路的可能性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置换了的话 那就肯定能走路了是这个样子 怎么感觉就是比较麻烦这两天 而且在医院里面呆着呆着怎么感觉 胃口都没有了吃饭也吃不了多少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 吃饭也还吃的挺好的 但是这两天感觉就吃不下饭有点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我真的变得就特别能扛事了 遇到事之后还是能吃能喝 能自虐的生活 但是好像并没有 还是会有纠结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一下 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个小医院里面 人家现在是这样说 我如果说要治坏这个膝关节的话 我肯定要到大医院里面去检查各种各样的指标啊什么的 看人家大医院的大夫是怎么说 我还是不能说 这要说一下我就是这个样子 就先 看人家大医院的大夫是怎么说 就相信是这样的 还是要去再多去几个地方吧 就确定一下 如果说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 那我肯定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的 是不是 毕竟你说用一时的疼痛换来我能走路的话 那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是不是 本来想着说不更新了算了 但是一想这个生活的Vlog Vlog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吗 当前的一个星星或者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既然做了这个事情 肯定就是要把我的一些情况实时的分享给大家 是不是 让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 给给建议什么的都挺好 是不是 祝大家都开心健康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见 拜拜